国际焦点带来看就是呢 一旦节即将到来了 但是英国却一点点都没有过激的气氛 因为呢当地出现了传染力增强70%的变种新冠病毒 英格兰大部分的地区呢 都实施最严格的第四级防疫措施 许多人都敢在封城之前逃离文敦 而且呢包括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全球20个国家 都已经暂停英国所有的航班 从空拍画面中可以看到 英国首都伦敦的街头变得空荡荡 就连伦敦重要的交通转运站 国王十字车站 旅客也是寥寥可数 伦敦市中心著名的市集 科分园逛街人潮也少得可怜 完全感受不到耶旦节即将来临的喜悦 这都是因为最近在英国境内 发现传染力增强70%的新冠变种病毒 包括伦敦在内的英格兰大部分地区 实施最严格的第四级防疫措施 要求民众尽量待在家中 不过在伦敦封城前夕 伦敦车站大厅挤满了大批想要逃离伦敦的旅客 人多得仿佛像逃难潮 西斯洛机场也挤满了搭击旅客 完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目前这种变种新冠病毒 除了英国之外 已经在欧洲的丹麦 荷兰 意大利 甚至是远在澳洲 南非都出现踪迹 网络论坛PTT 还有旅居英国的台湾人发文 说自己和老婆快要一年没有进办公室 竟然也都感染了变种病毒 而且嗅觉变得很诡异 一直闻到汗酸臭味 我们其实平常不怎么出门 就除了小孩子去上课之外 然后几乎都是在家里工作 然后现在病毒变种了 觉得对应该要待在家里面 外面太可怕了 为了防止新冠变种病毒入侵 包括德、法、意大利 加拿大、智利、阿根廷 等全球至少20个国家 都禁止英国航班入境 不过美国目前仍采观望态度 没有禁止英国旅客入境的计划 都是新闻邱小瑞 刘亦盈中正节报导